另外来看看中国现在的疫情规划又是如何呢 历程超过了一个月的封城 上海迎来违解封了 不过1500万人现实出门买东西 为了防范疫情 居民还必呼一户要有一张证件 不交出钥匙就在你家门上钻孔 把你强行锁在家 CNN在上海追真相 结果得到当局这样的回应 只不过不让百姓看到CNN 中国北京疫情依旧延烧 政府坚持清零 无一假期加强防疫管局 继续围封城 地铁车厢空旷 所有餐厅都不能内用 外送订单多道报 逛街人潮少 民众只能外带坐在室外用餐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自5月1日起暂时关闭 去年才开幕的北京环球影城等 娱乐场所都被迫暂时关闭 而廉价必定人潮爆满 知名景点故宫都出现这样的场面 北京故宫人潮大检不但采预约制 才能入内参观 5月3号起更严加管控 宣布关闭所有室内展览 为了阻断病毒传播链 北京当局也宣布有12个行政区 在未来三天要连坐三轮核酸检测 北京加强管制 上海则是迎来为解封 1500多万人限时上街购物 几乎所有店家都陆续营业 但为了防疫情升温 居民必须一户一镇 错开时间出门 上超市时也得出示核酸证明 以及小区出行证 超市内人流也只限50到60人 这些疫情乱象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各地超过一个月的强制封锁 早就挡不住百姓 名愿思奇 三地新闻重环报道